躺平的一天,从美好的早餐开始 40家两人在上海的老婆小里已经躺平23个月了 今天先来说一件血亏的事啊 你们说夏天最怕的是什么,那就是热 那如果不能吹空调,不能洗澡,是不是堪比恐怖片 最近真是惨兮兮,家中两大电器经过十多年的工作陆续都开始坏了 电热水器不能加热了,空调不能制冷了 先说电热水器啊,经过师傅检修,万幸只是电脑板换了 重新换了一块,210元没了,祈祷还能再给我用上几年吧 当初装修的时候为了省空间,一半的热水器是藏在吊顶里的 如果要换一台,还得拆掉吊顶这条边框,这工程就巨大了 接着说说这台空调,两年前外机主板换过一次,维修花了500元 这回又出现了隔离著名的H5故障 第二次坏同一个部位,那还是别修了吧 立马已旧换新,花了2400多元买台新的 刚下完单一小时,拆旧师傅就来了 干净把床给收拾起来,挪到边上 师傅大热天的趴在窗边切割 翻上翻下的蒸汽塔尼了把汗 拆好也中午了,天热的不行 家里是没办法烧饭了,索性出门吃吧 天这么热,先来一杯手打柠檬茶 要向这只滑水小猪学习,做一只快乐赶海坐以待毙的猪 一直经过这家店,看到有现场拉兰州拉面的 今天正好有机会过来试试 其实是热的过来蹭免费空调的 我们现在的饭量经常是一碗面两个人匀一下 倒也不是为了省钱,这样刚好能吃完 拉面还挺有嚼劲,就是标准粗细感觉有点粗啊 下次试试他们家二系的 羊肉串普通,肉夹馍也是饼皮比肉好吃 果然他家的面食才是主打 想吃面的时候,下次可以来这家 吃完中饭蹭好空调无事可干 又顶着大太阳去附近菜场买了点蔬菜 像丝瓜和空心菜之类的 感觉菜场的品质才是最好的 买好再提留着回商场继续蹭空调 提着两包菜去吃个绵绵冰降降温 两个人分一碗正正好,省钱又不胖 吃完回家睡午觉 还好两年前加装了这个吊扇 不然真是要热死了 现在就是坐等明天空调送货上门 躺着不动,心尽自然凉 今日气温38度,太赞了 送货师傅说空调要下午才能送到 无奈只能一早继续躲到商场里去蹭空调 十块钱团的小熊奶茶 这一头冰冰凉的浇下来太爽了 怎么有点羡慕泡在奶茶里的你呢 再来一杯冻凝茶 在这里蹭空调,坐等午室开始 闲着也是闲着,写点文案吧 中午继续在这里简单吃点 没想到中午商场人也超多啊 一点多了还是很多人在吃饭逛街 店里一半以上都是中老年人 难怪现在有句话超火 叫做活力四射的老年人 死气沉沉的年轻人 想躺又不敢躺的中年人 对号入座,你是哪一种 下午空调终于到了 立马去约安装师傅 万幸给我插进了当天的最后一单 没想到的是安装的时候还需要额外的一些费用 首先,现在装空调 四楼以上的还要收100元的高楼层安装费 万幸外机的支架能继续用 不然又要加80 其次,额外加长的管道需要100元每米 听师傅说,以前的空调左右都可以出 但是现在统一的管道出口都是坐在右侧的 我家空调是左侧朝着阳台 相当于从右到左穿越整个空调就已经浪费了一米 然后还要穿越整个阳台 所以需要加长两米 余水管也加了一米,10块钱 好了,总共损失310元 所以如果你家的房型是空调右侧朝窗户接管子出去的 也就能省了不少安装费 而且因为要加长同管需要当场焊接 本来就热的房经理就更热了 也花了不少时间在焊接上 最后搞了一个多小时才全部装好 感觉快中暑了 师傅还在烈日下高空作业 想想这安装费也是应该的了 打工人太不容易了 空调开启,整个世界都凉快了 今年刚过黄梅天的7月就天天占高温 看来夏天不好过啊 终于有空调了,不用天天混商场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大家评论区可以说说 你们家里的大家电都用上几年了呢 是不是刚过保修期就容易坏 那我们继续去躺了 大家下回见